沒人逼他 這叫自焦其肉 是他自己送上門的 丁師姐 大師姐 當日在護送師父的骨灰花 阿薇的途中 我請你代為保守一個秘密 這個秘密 請你現在告訴大家 當日周師妹曾經跟我說 在師父原籍之前 已經把掌門蝶子環傳給她 而且還說了一個歷來 只有掌門人才知道的秘密 這個秘密是關乎屠龍刀 和倚天劍 周師妹還說師父的遺言 在她沒找到屠龍刀 和倚天劍之前 是絕對不能洩漏這個秘密的玩具 但是當周師妹找到寶物 把秘密公開 自然就可以確認師父 確是傳為給周師妹 寶臨至尊, 寶刀屠龍 毫令天下莫感不寵 倚天不出, 誰與增風 屠龍刀和倚天劍的秘密 就是藏著一套絕世的武林秘笈 簡直笑話連篇 如果你真的得到這套秘笈 那為甚麼幾個月前 你和我交手的時候 還要把這個大魔頭出手相救 才能保住這條命 沒錯, 所謂死無對證 你說甚麼都行 倚天劍你都沒找到 做一套大法無論 說是沒用的 我就不信你短短幾個月內 武功會凸非猛盡 不過你既然跟師姐這麼說過 我就給你多次機會 免得別人說我這個代掌門 處事不公 我們就以武功並勝負 如果你贏了的話 那就證明所有事是真的 可是如果你輸了 你就要馬上離開這裡 從此以後 不得帶有惡迷搬布 會師妹, 你的周師妹沒有帶兵器 那你借你把劍給她一用 不必了, 誕而不測 周師妹, 手下留情 丁師姐, 你一直欺我欲我 如果我今天不殺你 你叫我如何統領我眉 要人聽命於我 周師妹, 以前是我不對 你大人有大量 靠你遙恕我 那你告訴我 究竟是師父正式傳遺給我 還是我勾結魔教, 屍屍奪位 當然是師父正式傳遺給周師妹你 周師妹千日明正言順的 我未掌援 那好吧 反正我未都等人用 我就當養多隻狗 今天就姑且搖過你狗命 多謝周師妹不失大恩 周師妹, 你正話所使的 是不是就是師父傳給你的武功秘笈 沒錯, 我剛才所使的 就是我們呃味不傳絕學 九陰真經武功 原來是九陰真經武功 難怪這麼厲害 大師姐, 我曾經跟你說過 師父當日的確確傳遺給我 你一定看到 好了... 掌門師妹的九陰真經武功 博大精心 將來一定可以光大鵝眉 要光大鵝眉 首先就要剷除你這種 摧嚴負責的小人 好 財布 甚至周師兄 俄眉大帝子袁正率領門人 叩見第四代掌門 今天我周知若扶起掌門一職 定當繼承先師 滅絕師太的遺名 第一, 驅逐蒙古塔子 光復了漢人剛學 第二, 光大俄眉以武功率領群倫 蓋過少林武當 成為中原武林第一大派 師父生前 亦以剷除邪魔外道為己任 可惜我一時不察 為魔教教主張無忌所畫 幸好我及時認清楚他真面目 從今以後 我和張無忌再沒有任何關連 而我未和魔教的人 亦從此勢不兩難 幹甚麼, 菜菜不合口味嗎 不是 我知道, 你生我 一直不趕你義父下落給你知道 既然你也肯帶我去見義父 為甚麼你不索性告訴我他去哪兒 我早就說了, 你肯帶我去哪兒去哪兒去他去嗎 君主, 君主 小心人舊駕牌前, 接用意良 你沒有看著我 是不是我叫他們來的 你們兩隻駕駛都挺厚顏無恥的 當時羽羊王府落爛 你就閃過別枝投靠平南王府 已經平南王府沒了 你就回頭做家門口狗 不得無禮 羽羊王府只是用人之際 只要是可用之材 王府一樣樂於平庸 敏文, 見你就好了 你知不知道, 受傷了 張無忌, 你對他做了甚麼 哥, 你誤會了 我受了敵人所傷 是張公子救了我 你不用跟他說好話 張無忌, 枉你是一教教主 竟然欺負一個弱則裡流 算甚麼英雄 哥, 張公子是有恩於我 你不可以這麼說他的 你不用說, 張無忌雖然你武功高強 但是雙權難敵四手 如果你放了他 我保證今天我們互不相反 趙姑娘, 既然令興雙接你回去 不如你先跟他回去吧 你有傷在身 如果跟著我東奔西跑 也不知道甚麼時候才有傳遇之日 但是在王府 自然會有人調理好你的身子 你... 只要你告訴我義父的下落 我自己會切法研究 我以前不說, 以後也不會說 除非你讓我和你一起走 但是你的傷... 敏敏 哥, 如果今天跟你走的話 張無忌一定會恨我一輩子 你放心, 我羽羊王府高手更多 莫說他想傷你 就算是見你一面也不是那麼容易 我恐怕今天一走 我以後也不會再見到他 若然如此, 我寧願一死 你... 你堂堂金枝玉葉 為甚麼要這樣作戰自己呢 你知不知道你失蹤之後 爹的天天寢食難安 如果你這樣做的話 他老人家會怎麼樣呢 你就叫爹當小生我一個不孝女 張無忌, 如果你想知道 你義父的下落 你就帶我離開這裡 有勞圓明義勞, 送社會回去 是 張無忌, 如果你再丟下我的話 你以後就不會再知道 你義父的下落 張無忌, 小王傑, 怎麼讓他們離開 你有本事留得住郡主嗎? 我... Hello, 各位Youtube的觀眾朋友 你們好 我是謝斯曼 馬上訂閱 歡樂APM YouTube Channel 收看新聞女王精華片 還有, 英國的觀眾朋友 我們最近伸出了一條 專為你們疑似的Youtube Channel TVJ UK 將今年最精彩的劇集 帶給你們 記得訂閱呀